我们之前讲了快一年 这个 Toyota Yaris Cross 东南亚版 也就是采用 DNGA 平台打造的版本 终于在印尼市场首发 这一款车其实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惊喜 不管是从外观的设计部分 还是内装的设计部分 还是它的引擎 通通都是惊喜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讲到这款车 而且在这边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这一款车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哦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全新一代的这个 Yaris Cross 只会有这个 SUV 版本 Yaris 应该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 Yaris Cross 采用了 DNGA B 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跟 Vios 的平台一样 它的轴距达到了 2620mm 加上这个车身比较高 车长比较长的关系 所以这两车的内部空间表现其实会非常的大 在这边我们会放出一个列表给大家看一下 它跟目前市场上它的同级对手 以及它本身的大哥 Coral Cross 的车身尺码到底相差多少 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规格表的话 你会发现到其实 Yaris Cross 跟 Coral Cross 车身尺码非常的接近 甚至有一些印尼媒体表示 这个 Yaris Cross 的空间表现居然比 Coral Cross 更大 所以我相信这一点绝对是它的卖点 我们再讲回它的外观设计部分 很多人讲这辆是个迷你 RAV4 但是我个人有点点不一样的意见啊 其实你看它整个车头设计 更加像是迷你的 Highlander 至于在车尾的设计 确实真的很像 RAV4 整体的风格是非常的硬朗的 我个人也觉得它比起这个 Coral Cross 好看一点点啊 当然全 LED 的头灯组 LED 的雾灯跟 3D LED 尾灯都是必须的 另外这辆车的车身尺码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它的轴距达到了 22620mm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对手当成是 Honda 的 HR-V 或者是 Mazda 的 CS3 这样的车型来看 当然它的引擎马力可能会逊色一点点啦 至于在内装设计的部分 这一款车跟很多采用 DNGA 平台的车款呢 有一点类似又有很大的不同 原厂重新设计了整个内装的补充 讲真的我自己个人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氛围灯设计 这个氛围灯真的是非常的显眼 而且从这个印尼媒体拍摄的实车照来看 这辆车的中控台上面是有布置这个软质塑胶的 所以质感方面应该不会像 Vios 啊 Azia 或者是 Elza 等等的这款 那样的 Plastic 另外中央的触屏主机也达到了 10.1 吋 支援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至于这个半数位化仪表呢 大家就很很熟悉了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方向团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看起来质感更好 而且中共台整个排挡杆机座的部分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在这个副驾驶座旁边它还提供了一个扶手方便女上下车 这样子的设计风格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啦 这个如果是满分10分的话我会给到 7.5 分左右 另外很多的潮流配备啊 像是这个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 等等等等 这辆车都是配备的 这个内装的部分 其实真的会比起目前的 DNGA 车款还要更好 所以可以看出这辆车对 Toyota 也好 对这个 Diasu 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这款车就不需要去担心了 因为它还是配备了 Toyota Safety Sense 完整的先进安全配备 例如讲主动式定速巡航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前方撞击一颈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另外车系还有 6 气囊 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之前 Toyota 公布了这个 DNGA 车款安全测试有造假的风波 其实这个 Yaris Cross 是其中一款被影响到的车子 但是原厂居然已经发布了这款车 就代表着这台车已经完整的通过了新的安全测试 所以各位消费者其实是不需要去担心这一点的啦 因为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 泰国市场跟其他市场也已经开始恢复销售 Vios 等等受影响的车款 所以相信风波应该已经过去了 引擎也是其中一点惊艳到我的 因为这辆车除了我们熟悉的 1.5 公升的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之外 它还提供了一个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且这个是个全新的引擎配置 它的引擎由这个 2NR VE 引擎进行改良 变成了一个阿kinson 的引擎 在结合了电机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09hp 听起来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考虑到它的 1.5 自然进气版本 引擎马力只有 104hp 大概是 106ps 左右 所以这个进步其实还是蛮强的 不过这款车其实也不是主打动力 它主打的是城市 XUV 而且给你一个很低的油耗表现 所以这个引擎动力其实是有惊艳到我的 因为 Toyota 终于在它的入门车款下放了全新的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值得称赞一下的 以上讲了那么多其实都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为什么我说的是开始呢? 因为西路现在才真的要告诉你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这款车是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 而且它采用的策略跟着一个 Rush Arus 还有 Velos 还有 Elza 是一样的 它会有一个双胞胎车型 也就是 Perudur 的 D66B SUV 根据目前已经得到的消息呢 马来西亚本本的 Yaris Cross 会在这个 Perudur 位于 Ravang 的工厂生产 所以目前原厂应该是在准备中的 它们会有两个版本的设计 而在之前我也获得了一组 144 Perudur D66B 的超图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对比啊 Perudur 流出的版本跟这个 Toyota Yaris Cross 的外观设计上面是非常的接近的 不过 Perudur 版本的价格会有一点惊心 因为官方预计这款车的售价会从 7万3千块起掉 想象一下 一台正宗的 B-Segment SUV 只卖你7万3千块 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艳的 不过呢 在这个引擎的部分呢 据说只有 Toyota 的版本会提供混合动力引擎 至于 Perudur 版本呢 还是给你的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这来车的卖点肯定不是引擎的动力啦 它给你的只是一个更加流畅 更加艰难的移动过程而已 至于发布时间呢 我们也有跟 Toyota 官方了解 他们表示 Yaris Cross 不会在今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而根据 Perudur 的规划呢 我们相信在明年的第一季度 应该可以看到这一款车的发布 我个人其实也是非常期待这个 Perudur D66B 或者是 Toyota Yaris Cross 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 B-Segment 虽然讲有很多的这个 Player 但是还不够内卷 我们希望它继续卷下去 有更多的竞争对于消费者来说 就会有更多的好处 你讲是不是叻?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